學姐的經驗就是說,這個需要 裹完肉盆好用 它現在就還是燙了 你摸外鍋還是燙的 需要第二桶,再等第二桶 再請夥伴們幫忙囉 這邊的水蒸氣還在起來 所以它真的 老師,如果你用泡的 你會要一直換水 那個水會一直很燙 然後它會 所以珍珠炮 炮越久越來越爛 所以把它這樣濾掉 OKOKOK 它才會有彈性 您是專業的 我是嘴炮的 陳兄呢?陳兄初學者 是因為我做過的這樣 等一下三同水了再講 像剛剛那樣講 OK,好,我先暫停 那個下次我再拿紅外線來 放著給學姐處理 來,學姐你要來還是要讓學弟來 現在比較沒有危險性 來吧 倒水進去 慢慢倒 然後一直攪一邊倒一邊攪 然後要全部都平均的攪到 學弟學很快 想到等一下就一杯可以喝了 所以學弟學很快 所以肉盆其實它是有半浸泡的功能 因為它流出速度不快 其實我會想到說其實這種液體對不對 我會用那個二氧化綠 一個PPM的 一個PPM的 我們自己知道那個東西快 而且 那個 比較容易保存 那差不多可以了 30 準備第三桶來了 我覺得它溫度可以了 溫度可以了 放下來 好